《念劳报根坛》里面 讲了一个故事 凡神通剧图 有个出家人在舞台山 很虔诚 在舞台山下三步一拜拜上去 在路上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洞 上面提到金刚洞 但他看到这个名词很欢喜 他就进去了 金就看里面非常开阔 里面有很多大殿 有很多人 看到里面这个大殿里头 没有佛像 他很奇怪 要离开的时候 有个小沙咪叫他 他非常惊讶 这个地方 怎么有人叫我的名字 这个小沙咪告诉我师父 叫你进去 进去个老和尚 他顶了礼 他给这个老和尚说 这个地方很好 你这样很好 我想在这里休息 可不可以 老和尚说 现在不行 你还是要到 离开 我这里 你不能住 我问他 我问他 为什么没有佛像 他说我这用不住 这禅作的话 不着想 还说了许多话 他还记得一首祭祀 这一天可以横看 可以树看 横看 现前的 样子 树看 文化大革命以后 所以 文化大革命期间 庙里头 没有身 佛看里头 没有佛 视线给他看 他离开了 走路 天黑了 遇到一个 出家人 She's out 跟他讲 你不能再走路 晚上走路危险 在这住一晚上 他就住下了 聊天 聊起来 讲这个出家人 说你们山上 有多少出家人 大概几百个人 不多 人家打千村斋 都没有办法 凑到一千人 他说不对呀 我看到一个地方 就有七八百人 讲几千港斗 这没听说 从来 我们这里没有 这么一个地方 我在这里住了多年 他们就很疑惑 有人提起来 你是不是见到 文殊菩萨了 他一天 眼泪就下来了 当面错过 不认识 再下山就找 找不到了 这就要见一次 找遍全山 找不到 有个金刚斗 所以 语言很不容易 他的心很不错 真真心 能够遇到 文殊菩萨 说明 文殊菩萨 在 我的人 那么 欢迎句话说 欧美山的 普险菩萨 普陀山的 观音菩萨 九华山的 地藏菩萨 都在呀 要么有这些菩萨在呀 这个世界乱成一团了 不知道 造什么灾难 由这些菩萨作证 灾难 总然有 不是很严重 一般善行人士 都能平安度过 所以 要求 佛的智慧 要求 佛的慈悲 二 智悲 病院 圆起 菩提 圆是圆满 其是其后 菩提是救 真正救 觉悟 变发 皆许 空间 跟自己 是一体 一体 是同体的 大悲心 同体的 大慈性 悲 悲 就苦 慈 于 落 啊 帮助众生 离苦的路 啊 度众生 帮助众生 幸运 迟 幸运 迟 脱离六道 脱离舍法界 这是悲 往生到极乐世界 这是慈 帮助你 帮助你的路 真地 离苦的路 所以 这二 就是一个知 一个悲 如你要知 双隐 缺一不空 有知 没有慈悲心 不肯 度化众生 啊 有慈悲心 没有知 想度众生 能力做不到 所以 两样 都有 真正发心 这两样 佛菩萨 都加持 阿 你 陀 佛 阿 佛 佛 佛 阿 佛 阿 祢 佛 阿 拉 佛 佛 阿